一辆小轿车没注意到路上的坑洞掉了下去 悬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消防员阿滋驾到坑洞用了器具撬开车门 看到女人受惊的美貌 愣住了几秒 安抚女人只注视她的眼睛 不要释出脏网 把绳索扣紧女人腰部 解开安全带 正要准备出去时 不小心扯破了女人裙子 露出了白皙的大腿 女人有点不高兴 无奈之下阿滋只好把衣服递给女人暂时折住 由于时间紧迫 阿滋强势把女人暴出 轿车伴随着女人的喊叫声相距掉落 有惊无险的女人接受完警察的调查后 阿滋为女人端上了一杯热咖啡 可女人却不怀感激地觉得阿滋只是做了她分内的工作 叫阿滋不要对她欠引擎 可在第二天上班才发现 包包放在聚落的轿车内 记录了我们稿子的U盘 正好放在包包里 由于时间紧闭 上次只好拜托大家探下女人的部分任务 不服的学姐 摆起了脸色让女人有点难堪 放工后女人把阿滋借给她的衣服归还 看着肮脏的衣服阿滋有点不高兴 随后女人笑嘻嘻 拜托阿滋帮她把包包拿上来 事后愿意支付一定的丑鞋金 但阿滋表明自己只负责搜救人 不是帮人找东西的 再说现场已被封锁 女人这时摆出衣服不屑的神情 横冲直撞地越过警戒线 却被线绊倒在地 见女人气呼呼的背影 阿滋也只好到坑底部拿回女人的包包 随后通过女人的公牌 知道她叫金人海四名医生 人海手机这时响起 原来是人海的女儿美露 阿滋跟着美露电话上说的弟子来到了公园 把包包交到美露手中 美露和阿滋拿了张名片 以防万一包包有物品丢失 便可怜惜阿滋 回到家的人海看见美露手上的包 开心地抱起了美露 可忙碌的人海 刚在厨房住着美露爱吃的草年糕 医院便来了电话 董事的美露安慰着人海 没事的快去快回就好 人海拨了通电话 拜托妈妈每天到家里一趟照顾美露 另一边人蛇集团 安排一群来自东南亚的偷渡客 躲在货柜中 一名男人正传来磕售声 但为了赚钱只好说自己没事 货柜在九日后抵达平泽港 负责接应的两兄弟 打开货柜后 经见重横交跌的恶臭尸体 为了不想做出赔偿 哥哥用手机拍下了状况 可一个不小心手机掉落了 正想解回时 一双手抓住了弟弟脚踝 拼命地向二人求救 吓得二人连忙倒退 弟弟口罩却在这时松脱了 这天被戴上的唯一生还者逃了出来 哥哥正要下车追时 却看见警察便打消了念头 生还者逃到了公寓附近 美露此时手上盆着食物 正要喂养一只流浪猫 就在这时 生还者抱起美露 躲开了一辆急速行驶的轿车 随后美露把手上的面包给了生还者 接着向生还者做自我介绍 生还者也对美露说自己叫萌塞 看见频频咳嗽的萌塞 美露叫萌塞在那里等着 自己却跑回家打电话通知阿智 回到原地却不见萌塞踪迹 陪美露找了半天的阿世 来到了一间快餐店 后来从美露口中得知 爸爸抛弃了人还去了美国 接着到柜台买了杯草莓汁 一转身就看见美露在打瞌睡 头部正要砸向桌子 阿智急忙用手护住了美露额头 这边弟弟到了药局行看着 却频频的咳嗽 咳出的飞沫在空气不流通的药局行开始散播 药局行上班的大叔把病菌传给了乘客 光药局的学生妹也把病毒传给了教室里的学生 就连小孩也把病毒带到了托儿所 紧接着弟弟突然在车上吐出了血 被转移到了隔离间 经过弟弟手机录下来的视频 判断第一个感染区应该是货柜 于是问了范哥货柜的地点 由于自己的不正当职业 范哥只好扯开话题乱锁一通 此时经济呼救响起 范哥发了风试地闯入了隔离间 避免范哥被传染 众人连忙上前把它拉开 警方这时找到了货柜 打开货柜的那瞬间 里面的老鼠四处乱窜 为了避免病毒扩散开来 工作人员拿起了喷火枪 烧毁了货柜内的尸体 医院针对此事召开紧急会议 应该把这看作是人传染的病疫病毒 这是大疫情的征兆 避免病情扩散 马上封锁奔堂 但局长坚决反对 拥有46万人的奔堂相当于第二个首尔 再说这个月还要举办多个大型伙计活动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人海找到了货柜 当日范哥拍下的视频 确定当中有一人当时还活着 那就说明他体内有抗体 城市里的各个角落 不断有人咳嗽晕倒 举行婚礼的新娘 路上的西装男 职情的交警 阿爸上的司机 很多司机感染病毒后在车内晕倒 汽车横冲子疮 导致发生爆炸 盆堂交通顿时陷入瘫痪 大量伤者涌进盆堂医院 爆成了一片混乱 一切外来车辆不得进入盆堂 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 人海告诉妈妈千万别过来盆堂 从快餐店走出商场的阿智 看见一名妇女倒在扶手提上 便把美露安置在三层的长灯上 可醒来的美露看不见阿智 便跟随人群找寻阿智 一时感到的阿智 把妇女安顿好后 一回头就不见了美露 拨了通电话 却发现美露手机就在自己口袋里 看着已瘫痪的道路 众人只好在顶楼安排了直升机 来到了政府总和厅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 总理打算隔离后再公布消息 通过监视器 阿智看到了美露就在义超市 通知了人海 并叫他在义超市会合 这边召开记者会的总理说 传染病危险等级为严重 感染者将会在36小时内死亡 估计死亡人数将会不断攀升 听到消息的民众 立即上演了恐慌性采购槽 在超市大量采购 此时一名感染者身体出现了不适 阿智随着美露的哭声找到了他 军方下令封锁超市 看着前方被军方围攻 二人只好往停车场出口奔去 却在这时人海被一名妇女虫后拉着衣袍 跌倒在地 眼看铁门快要砸下 阿智连马用手推车顶住铁门 把拉出的手挪开后 顺利得在铁门关下后拉出人海 要受通知人海 最后一架急救直升机一滴达 定年人海必须改善 人海叫上阿智与他们一起离开 但阿智清楚知道自己是救援队 不能扔下需要帮助的人走掉 于是人海便拿着阿智给他的钥匙 开着车来到了机场 但由于听到美露的咳嗽声 现场的人员阻止了人海登机 拼命用灭火筒撬打铁门的阿智弄伤了手 后来正一个赶到用电锯把门锯开 被困的人才得以火救 曾经犯罚的都市如今变成一座死城 军方刚破门把布运到隔离区的民众 强行带上大巴 大量军官被安排到隔离区接管 配合控制疫情 货柜生还者蒙塞也在超市被军方抓纳 带到了隔离区 人海也坐上了大巴来到了隔离区 所有人必须通过检查眼球 把衣服脱掉找到长红板的感染者 无症状的就得通过PCR来确定 48小时内没有症状的人和PCR检查 为阴性的人就可以离开当棚 可当人海正要帮美露把头发扎起时 发现了他脖子上出现了红板 范哥这时看见了蒙塞气得开始抓起了狂 起了骚动 人海趁大家都在看热闹时 悄悄地叫美露过去对面 顺利通关后 人海叫美露忍着嗑嗽还不给他接触任何人 接着一名不满隔离帐篷险漏的市民开始叫嚣了起来 被一名军官用枪指着头 看不下去的阿智与军官对峙 却也遭到同样对待 后来行动队长马苏制止才摆平了风波 进了帐篷的阿智 递了杯泡面给人海吃 人海不小心打翻杯面 就在这时看见了美露手上的红板 人海希望阿智当作没看到 口罩不与人接触 因为人海很清楚 就算被冲到所谓的治疗区也没有治疗的方法 看着蹲下痛苦的人海 阿智也遇心度人 隔离区外的外空 军方正向盆塘接近的鸟类进行设计 以防止传播病毒继续扩散 另一边军官在感染者收容区 发现了其中一人体温正常 摘下口罩后正是警方通缉着猛塞 范哥也在收容区看到猛塞后 又开始发狂 还扯掉了一名军官的防护帽 医护人员前往帐篷通知人海 找到了后柜生存者 叫他马上重新归队研发疫苗 人海提议先将抗体注入受感染的患者 看看是否奏效 但却遭到反对 因为未经测试的抗体注入人体 有可能会导致病人休克而死 身为医生的人海 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只是看着美禄的病情逐渐恶化 然后来阴的 把美禄藏到后背 却遇到军官在寻找2066 阿智于是和人海调换了ID卡 随即被关进了收容锁 目前病毒在眼地快速扩散 雷都不能放出去 48小时已过午 确诊的市民开始发牢骚 与军队起了冲突 地里一片混乱 马叔发现自己脸上长了红疤 听到不远处传来吵闹声 放声音走去 看到人海正抽取猛材的血清 注入到美禄体内 后来大批军官砸门了耳入 把一只麻醉针射向截力反抗的人海 倒下的人海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禄被军官抱走 检测没被感染的阿智 被放了出来 恰好看见仪式美禄的感染者被推了出去 见到地上熟悉的法库 确定他就是美禄 因为这正是阿智在宽散店 帮美禄亲手戴上的法库 往出口奔去 阿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只见大量的遗体被缩量膜包裹着 有的甚至还有呼吸 遗体都将被抬上去粉烧 阿智来到了地面 从高处眺望 巨大体育馆有个极深的坑 这些被缩量膜裹着的遗体 被吊车送到了坑洞后扔下 随后喷出汹汹烈火 将遗体混烧 阿智不顾自己的安危 下去坑洞里寻找美禄 后来凭着在帐篷里的卡通影片声音 找到了美禄 正要带美禄离开时 被军队发现了 苏醒后的人海 得知美禄被送到感染区后 也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望着数字不尽的遗体 人海也只能跪地痛哭 与此同时 一名军人的母亲 因参加朋友六十大手而受到感染 打算带母亲逃离时 军队拔枪围攻 军人终于说出了 隔离区的烟雾 其实是粉烧遗体所产生的 停车后的民众 纷纷涌入了体育馆 看见了工作人员 正抓住阿智不放 于是发扭的往工作人员追去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暴动 总理命令全体撤离 研究室遭到攻击 提取的抗体也都遭到误染 民众完全失控 一群人围攻 正要往停车场逃离的救护车 混乱中 人海手上的对讲机 被疯狂的民众扯下 他掉落在地 蒙塞知道对讲机对人海非常重要 便下车撕起对讲机 交回人海手中 却被范哥吃了两刀 上前阻止的医护人员也遭殃 看着劝不动的范哥 士兵只好八强扫舌 但民众似乎并没有缓下来的仪式 出到停车场的阿智 住了人海 慌乱中的人海并没听见 最终阿智由人海擦肩而过 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抗体幸存者 在途中流血不止理事了 民众在澎湯水区间道路进行思维 用一瓶瓶汽油弹扔向军队 砸开护蓝铁 马苏更火上加油 诱导民众攻进首尔 这样政府才会小处救他们的方法 铁兰终于被民众推倒 马苏这时用枪把对准阿智 看到的正一个上前阻止 导致枪把走火射向了士兵 军队收到了总理的命令 允许扫射 于是士兵瞄准前方女子的头部一枪毙命 总统责备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老百姓开枪 可总理却说 废除盆坛的战争率已从35%升到96% 不是应该跟随全官民的意见吗 阿智把美露安置在隐蔽的角落后 便赶去救援受伤的民众 于是同时 马苏早已对美露虎视眈眈 为了医好自己 把美露带到已摧毁的医疗间抽取血清 后来被感到的正一个阻止 与阿智协力把马苏杀害 胡子下令指挥官 先攻击四位队伍 无论是谁只要越过黄色线条 立即射杀 赶到的人海不顾士兵的阻拦冲了进去 四位人群把美露推向了前方 看见妈妈的美露跑了过去 眼看快要越过黄线的美露 指挥官用枪指着士兵头部 命令他开枪 看着妈妈中枪的美露 双手撑开 呼着妈妈哭着大喊 民众纷纷涌上前呼着美露 总统下令指挥官立即停止射杀 但胡子以防韩国军队镇压失败 十分钟前已通知美空军出动战斗轰炸机 与时同时阿智对着侧面的镜头 说是这小女孩战胜了那开始的流感 随即总统立即联系守防使令 命令发射空导弹 一旦盆弹上空出现轰炸机立即击毁 胡子败给了总统坚决的眼神 轰炸机取消了作战计划 总统下令中断了所有镇压计划 并安抚民众挨在原地 救援队马上就回到 被送进疾病预防中心的美露 正式确定是抗体保佑者 政府将会立即投入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案 会预先供给主要载区盆堂的市民 流感是一部2013年上映的 韩国灾难恐怖电影 并有秀爱 张鹤 朴明和 刘海珍 马东石 当日演出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斜载说故事给你听 就按赞分享订阅吧 下个视频再会 下个视频再会